现在很多的粉丝为了表达对偶像的喜爱之前都会送偶像一些小礼物 希望他们能通过这些礼物来知道自己的心意 但是不同让偶像对待粉丝的礼物也是不同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嘛 蔡居坤凭借偶像练习生成功出导 他的圈粉速度特别的惊人 微博粉丝从一万到一百七十万他用了七年 而从一百七十万粉丝到一千万粉丝 则仅用了五个月 并且他还很充分 拿到粉丝的礼物后 竟然直接就穿着参加节目了 张艺山是同心出道 因为家友人也被观众所熟知 去年凭借着鱼醉成功大火 他也十分充分 收到粉丝送的玩具和零食都会带回家 还说自己会全部吃掉 钟翰良是个非常低调的实力派演员 他对粉丝也十分的重视 还专门建了一个残酷来放粉丝的礼物 并且还按照收到的礼物类型和日记来存放 也真是超级暖心了 赵丽颖出道多年 凭借着一部花千古成功走红 他对粉丝也是十分的好 粉丝送的礼物他都放在了家里 并且还和这些礼物一起合照 粉丝们也都是十分的开心 迪丽热巴是娱乐圈新近的当红小花蛋 他凭借着高颜值和极好的性格圈粉无数 早前有一位粉丝手工 做了一个耳坠给热巴 热巴不仅自己带走 还在微博发了文 让粉丝十分的激动 只是这上面的字喜感十足 老子最酷 不服尬物 送倩给人的印象十分的好 之前小编曾多次在视频中 看到他在捡垃圾 某次他现身机场 粉丝送了他一杯奶茶 为了不让粉丝失望 他赶在安检前 将奶茶给全部喝完了 这个小细节真是圈粉无数 杨子是童星出道 一直大大咧咧的十分招人喜欢 今年夏天更是凭借着香蜜沉沉浸如霜 你的紧密圈粉无数 杨蜜是娱乐圈的收视女王 她的每部剧收视率都很高 所以拥有很多的粉丝 但是她却从不收粉丝的礼物 一是不想让粉丝浪费钱 二是希望粉丝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自己的身上 还当众地做了声明 考虑得十分的周全 被不少网友怒在太乱心 张艺兴也是从不收粉丝的礼物 最多也就是收一些信件 因为她不想让粉丝破费 真是满满的正能量 而且每次收到粉丝的信 她都会仔细地阅读 异样迁徙某次线身机场 一位女粉想要把她的礼物给迁徙 但是迁徙却摆了摆手拒绝收下 虽然迁徙戴着口罩 但是仍能看出来 她的眼神中带着歉意 助理告诉女粉 迁徙不是不尊重粉丝 而是不想让粉丝破费 所以从不收贵重的礼物 所以还请粉丝不要难过 这做法也是圈粉无数 蔡依林凭借着性感火辣的舞蹈 被称为亚洲舞后 喜欢她的粉丝也特别多 有很多人都给她送礼物 而蔡依林当时也是面带笑容的接手 并道谢 但有一次粉丝爆料 自己给蔡依林精心的制作了画像 竟然出现在了后台的垃圾桶里 她的这种行为也被无数网友吐槽 实在是让粉丝心碎 还有一个更过分的就是Cocody文 曾经有粉丝送给了她一件短袖 她自己不穿就算了 竟然还拿给够穿了 还发出出来 虽然是无意的 却让粉丝十分的寒心 看完了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评论区 给小编留言哦